星宇航空今天召开股东会 董事长张国伟就表示 黄仁勋先前来台掀起热潮 今年才是AI元年 看好未来的货运商机非常大 因此星宇航空也签下了五架的货机购机合约 预计从2027年开始会陆续交机 而目前现有的机队一共是有22架客机 近三年也将迎接交机潮 带动机队的规模翻倍 星宇表示 虽然成本提升了 不过会放大营收的规模 截至去年有超过115.06亿的累计亏损 预估在三年左右就可以打销 我们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蛮高的 表示要在三年把截至去年 超过115.06亿元的累计亏损打拼 星宇航空执行长在股东会后 记者会上直说公司真的很拼 星宇航空14号举行股东常会 会中不开放摄影会后记者会 董事长张国伟也迅速离席 不过会中他表示亏损是受到疫情冲击 这样亏损概况应该是最后一次 我们现在飞机有20 目前是22架 那未来其实我们飞机会增长到50几架 或甚至60架 所以这个数字会逐年上去 那当然其实相对待进去 我们的营收也会是有很可观的成长 我们在27年引进 Airbus 350的Freator 我们是台湾第一架引进的Airbus 350的 这是一个目前最新世代的一个货机 星宇强调今年才是AI元年 看好未来货运商机非常大 将改变过往货运赔钱的产业状况 股东会中也讨论到上市跪前 发行新股公开成销增资 对此张国伟首度松口透露 希望公司在年底前转上市 长龙航它的一个优势 是在日本航线的部分 以及客运的这个区块 那华航它的航线是比较遍布全球 那以欧洲线为它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航运的一个重点 那另外就是在货运的部分 星宇航空来讲它只能走差异化 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分析师点出各家航空公司 差异化竞争力 而目前星宇预计下半年 有四个航点要开 包含富国岛 香港 西雅图 雅加达 就看交机是否顺利不延地 这一片张浩浦台北相伴报道